節奏 天台教官綱中 作業法師慈悲 陳會長慈悲 諸位菩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義 第十二面 我們這一科講道 詳辨五十八教觀法 這當中分成兩科 第一科是總說 天台中是智德大師把一星三觀的觀法 跟法伐經的教法的結合 而成立了一個五十八教的一個非常精密 而詳細的一個教官體系 那麼這個五十八教到底他的修學宗旨是什麼 簡單的說 他就是提倡一佛秤的概念 什麼叫一佛秤呢 作為一個大秤的佛弟子 我們在今生的生命要面臨三大問題 第一個就是安樂的問題 這個是最迫切的 我們在乎我們來生是不是快樂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想盡辦法讓自己來生不剁惡道 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的要求自己修學五屆十善 讓我們生口意的活動 儘量不要創造罪業出來 這個是所有佛弟子的第一件功課 想辦法減少你的過失 因為你不喜歡痛苦 所以你必須在因地上減少你的過失 把你的過失降到最低 這是第一件事情 修學五屆十善 第二個 你在五屆十善修得有一點精神體力的時候 你會站在更高的高度來解決生死輪迴的問題 因為你慢慢的覺得說 雖然人事天有些快樂 但是他給你的這種不安全感太可怕 勞儒千斑快樂無常忠實到來 你每一次每一次的受生 你付出的痛苦 遠比快樂多 生命是得不償失的 你付出太大得到太少 所以要解決痛苦 最根本的就是想辦法離開三界 進土中人說就是 身心切願持逢明後 我們必須想辦法跟彌陀感應道教 這是你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你的生死問題 這個事情遲早要處理 當然早處理比完處理好 那麼你這個解脫的問題 有時間的你要考慮第三個問題 成佛的問題 我們哪一天能夠跟諸佛一樣能夠成就萬德莊嚴 所以我們也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隨緣進負的修習六度法門 用慈善事業去幫助有緣的眾生 可憐憫的眾生 所以我們今生在修行當中 能面臨三道問題 安樂的問題 解脫的問題 菩提的問題 那麼一般人沒有經過天台教官的訓練 因為他採取的方式是分斷的 是區格的 因為他在做慈善事業的時候 他可能忘了求生進土 他求生進土的時候 他也可能忘了成佛 所以他把生命是修行分成三塊 他修人天傳的時候 沒有解脫的概念在裡面 沒有成佛的概念在裡面 他在佛常念佛的時候 也沒有成佛的概念 所以他這個修行是分成三塊 那麼這種區格式的修行 沒有整合有兩種過失 不管你多努力 你的生命當中有兩種過失 第一個不堅固 按照天台中的說法 你今天的修行沒有消歸心性 你就沒有善根力 你的修行是沒有根 你只有一種知良 沒錯 你很努力的修行五戒十善 你很戀佛 你有安樂的知良 你有往生的知良 但是你這個 你就像桌上的花瓶 它沒有根啊 你沒有一直大地而住啊 因為你為什麼沒有根呢 因為你今天沒有消歸心性的時候 你今天所有的修行 都是有所得的心 向外攀岩 一種象狀而修 諸位 當象狀產生變化 你的心態會有變化 比方說你今天護持三寶 你不是發誓內心的去護持三寶 你是沿三寶的象的莊嚴而護持三寶 因為你的心只有兩種情況 你不是向內按住 你就是向外攀岩嘛 沒有第三種情況 那麼你沿三寶的鏡在供養三寶 如果這個三寶的鏡合乎你的信義 你會繼續供養三寶 如果這個三寶的鏡像產生變化 你不滿意了 你的護持的心就退轉了 因為你的心住在外境 這是非常可怕的 因為外境是變化的 生命的本質就是動盪不安的 外在的世界沒有安住這兩個字 因為它是岔樓岔樓在變化 你安住在一個非常變化莫照的外向 這就是為什麼你修行進進退退 因為你修行沒有根 你的修行當中 打開你的生命的內涵 內心世界 你只有資良力 沒有善根力 所以你進不起八方的考驗 當然黎明中也不見得過得去 因為你平常就過不了關 靈中更嚴重 靈中是內憂外患 所以你可能會面臨第一個 你的善法 資良 不堅固 第二個 你的資良不圓滿 因為你今天向外攀岩去修 安樂解脫菩提 向外攀岩就帶有情緒 帶有你個人的感情 有我法遏止吧 帶有情緒化的有感情的修學 你就不能普遍跟法界相應 你只能夠選擇你喜歡的你要的東西去修學 所以你來生的資良也不會太大 不會太大 你的精神的成就格局也不會太大 也就是說你花費同樣的精神體力 因為你沒有加以整合 你的生命當中產生的不堅固跟不圓滿 兩種過失 其實你可以做得更好 怎麼辦呢 只有一個原則 就是法法消歸行性 你必須用你內心的力量去帶動外在的世修 你必須採被動為主動 而不是因為攀岩外境 才去刺激你的修行 這種被動的修法你永遠沒有根的 那麼怎麼樣叫做法法消歸行性呢 按照天台中的規劃 你要先修觀心法門 就是說當你在積極資良之前 你要先把你的心態調整好 天台的教官是先有善根才有資格談資良 先有死法才有資格談全法 先有理官才有世修 你根本就沒有建立起來 一個樹沒有根 談不上資悅花果 那怎麼樣建立你大乘的善根呢 天台中你要觀心 回觀反照正念真如 觀照現前一念心性 極空極甲極種 其實這個是三觀 事實上就兩種觀法 就空觀跟假觀 空觀的話呢 觀照你這一念心啊 本來親近 雖然在我們的生命境面 我們跟很多人接觸 很多事情接觸 留下很多的影像 這些影像當然會誤導你 但是你要告訴你自己 這些影像都不是你本來的東西 都是因緣卡上去的 所以它的本性是空極的 你的本體 你的心性的本體還是一樣 親近本然做變法界 這個時候以理想的心性按住下來 這個非常重要 一個人要把心量擴大 一個人要離開所有過去生命經驗 留下的錯誤的概念 只有一個方法 把你的內心清空 把你的生命歸零 你現在去改變它都不可能啊 你不可能用短短的幾十年 去把過去生的生命經驗 所留下的影像 在那個地方 實施勤佛式 莫斯惹塵埃 你擦到什麼時候 這個玻璃才擦乾淨啊 只有一個方法 觀想它本來唯物 合住了塵埃 本來沒有的 這個時候你的心性 開始跟你的妄想開始脫離 諸位 佛法不是要你消除妄想 它要你不要跟妄想走 要你消除妄想那就慘了 那你這輩子都不夠用了 你怎麼可能消除妄想呢 但又往生呢 你只能夠怎麼樣呢 不隨妄轉 因為它本身就沒有 體性的 所以你內觀真如的時候 你妄想自然脫落 你的心性開始把心帶回家嘛 妄想它為什麼那麼 有力量 是因為你攀岩它嘛 你看它感應了嘛 所以這個空觀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把你的生命經驗全部歸零 恢復你的本來面目 你本來不是這個樣子的 諸位 不是你現在的樣子 你現在這個心啊 是惹很多塵埃啊 你過去的生命經驗 你今生的生命體驗 卡上很多的隱象 但是沒關係 它沒有真正的攘悟你的心情 所以這個空觀的一切像 讓你生命歸零 重新開始 回到你最初的原點 這第一個 當然第二個更重要了 觀察一念心性 本來記住 你的心性記住 死法界的功能得用 所以你開始發取願力啊 發取菩提願 或者說菩提心 其實菩提心 一個發到菩提心的人 他一定發取願望 所以說菩提願也可以 你開始有一種成佛的願力 有度化眾生的願力 那麼當你的營練的清淨心 跟菩提願結合的時候 你的心就有善根了 叫大乘善根成熟 上常佛教叫空振見 叫菩提心 法華經叫做清淨心菩提願 道理一樣 當你的心性建立這兩種根以後 你呢 你呢 開始從這樣的善根 發動你的善業 去益佛煉佛 那麼所有的煉佛的功德 再回歸到你的善根 就是無不從此法界流 無不還歸此法界 或者叫趁性起修 前修再性 那麼這個時候 你的內心的心性 跟外在的資糧 產生正面的互動 因為你的善根帶動的資糧 而你的資糧 又加強你的善根 這個時候 你就進入了一佛秤的概念 因為你內外統一了 內外統一了 如果你沒有走一佛秤 你的內心的心性 跟外在的修寫是不同意的 也就是說 你雖然修修很多的資糧 你在佛堂也是一佛念佛 突然以後還是天天倒倒 你該倒妄想 該執著的還是執著 你的所有的修行 並沒有讓你內心產生覺悟 內外不一致 諸位 臨終的時候 資糧力要啟動 要用善根啟動資糧力 如果你內心顛倒的時候 古人說 自信糯米福何可救 你起顛倒的時候 你的善業力 沒辦法起線型的 因為善業力的啟動 要善根去啟動它 要用正念去啟動它 也就是說你臨命中的時候 善根力跟資糧力 缺一不可 但是可惜的是 我們現在只知道修 資糧力忽略了內心的覺悟的善根 所以你內心當中 一直處在顛倒妄想當中 雖然你廣修資糧 但臨終的時候 自信糯米福何可救 資糧力救不了你 那暫時沉澱等待以後的營業 所以我們必須把內在的心性的覺悟 跟外在的資糧 成功的整合起來 就是說 當你在修資糧的時候 你不是為別人而修的 你布施 你幹嘛布施呢 當然這是一個善業 但是你不能這樣想 你要想說 我透過布施來啟發我的捨心 我的施捨的心 因為施捨的心 是合乎親近心不敵的 重點在於培養施捨的心態 我透過持戒來培養一種 眼離過失防灰死惡的心態 我透過忍辱來訓練我自己 安忍不動的心態 所以你能夠怎麼樣呢 借向修心 這個時候你兩個都修到 第一個 資良力也修到 然後你內心世界 每一天在進步 你可以看到你內心 不斷在增長廣大 你的善根力也在增長 你的資良力也在增長 這個就是一佛城 這個才是正確的修法 而不是內外區隔 你該打妄想 你十年前的你 打的妄想跟現在一模一樣 所以從覺悟的角度 你的心性沒有進步 那麼你這是要幹什麼呢 積極知量 就做這件事情 這不是好的方法 就是說你的內心的水平 都沒有進步 那你這樣子逛外道 外道也只幹這種事而已 你對佛法的修學 那種啟發內心的覺悟這塊 你就忽略了 那麼這樣子你的投入 叫做四倍功半 時間很多 你全部在試修 完全沒有理貫 那你這樣子進步就很慢了 所以我們為了 偉大智德大師 為了挽救眾生 夢法時代的問題 就是說 必須 先有理貫 你必須把內心的功德 清淨心不願 帶動起來 然後以此你的善根 去試修 你的修行 不是為了別人而修的 是為了開顯你自信的功德 為了清淨心 為了成就你 清淨心不敵願而修的 所以整個生命只是在求求 自我完善 這才是正確的 一佛稱的概念 用你內心的覺悟 來帶動外在的資量 有外在的資量 又增長你內心的覺悟 這個就是整個天台的思想 當然這個需要教育 我們必須要把整個佛教的一代使教做個全盤的了解 你才知道佛陀為什麼說了這麼多法 那麼這道呢 有什麼線索 為什麼 從法門的施設 到最後 佛陀會告訴我們 會歸心性 變成內心的覺悟 那麼內心的覺悟跟法門的修學 這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把它弄清楚的 好 好 我們看這個天台的五十八教 首先 天台宗志的大師 先講到 良由眾生 更勤不一 知識如來 巧說不同 為什麼佛陀講這麼多法門呢 如果修行一個法門就好了嗎 你看有些基督教他就講一部聖經 佛教的大賬經有一百本 講這麼多法門是怎麼施設的呢 不是佛陀要說這麼多法 而是眾生的根性不同 每一個人各有自己相應的根基 所以佛陀不得已 只好 佛陀的出事 本來是要直接啟發你的決心 但是有些人可以直接契助 有些人必須要有一些過度 善巧 所以佛陀只好 試試了這麼多法 那麼這麼多法當中呢 天台宗把它以五個時段 把它歸納成五十 第一個是懷岩石 正說言教堅說別教 約化一明頓 佛陀成道以後 並沒有馬上度化 我們這些業障深重的凡夫 並沒有 佛陀事先頓化那些大乘根基 已經成熟的菩薩 這個菩薩 他生生世世親近諸佛 到了釋迦牟尼佛 他上根成熟了 他不能再等了 所以佛陀呢 獻出千丈的盧瑟那身 做千葉寶年 開始演大教說華言 成岔海獻寶年 講一佛戰的概念 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你修六度 重點不再修六度 只是在借相修行 是成就你內心的清清心跟菩提 那麼這個時候華言進的菩薩 請了大歡喜 那麼大歡喜以後呢 就有問題了 因為凡夫跟二秤啊 有眼不見奴瑟身 有耳不聞 言論教 根本聽不懂 所以你華言會上 雖然有生物人在啊 他們完全沒有得到任何的意義 只有在那個地方當莊嚴重 莊嚴道場 所以華言進講完以後 佛陀把一些根手菩薩都度了以後啊 開始把千丈的報身收起來 獻出丈六的比丘下 就是身相跟我們差不多 比我們高一點 那麼開始啊 很嚴肅的面對我們業障反覆了 我們看佛陀 所以說度亡大勝善根菩薩以後啊 他怎麼樣的面對我們的 生死凡夫 他有四個次第 先看第二 我們把它唸一遍 二 阿寒時 但說三藏教 曰化夷明見出 凡夫的問題啊 有兩個 第一個 業障的問題 第二個是善根的問題 簡單的講 凡夫呢 有兩個特色 業障深重 善根淺薄 這個就是凡夫 那麼佛陀的態度啊 先處理業障這一塊 因為 離苦得樂 成就廣大的安樂 這件事情沒有那麼急迫 但是離開痛苦 似乎是更重要的 就是說 成佛 可能不是很著急 但是想辦法把眾生啊 從苦惱的善界帶出來 變成是佛陀要施設的第一個方便 所以佛陀面對生死凡夫的時候 第一個態度啊 要講阿涵經 阿涵經的特色啊 但說 神障教 也化一明見出 阿涵經 整個四阿涵 阿皮達本論啊 沒有大正的思想 但說神障教 就是只有講小正教 講藏教 那麼阿涵經的思想 他的思想扣著四地方 尤其是主修苦地 你讀阿涵經 第一個是讀到最後啊 佛陀處處講到四念處 就是說啊 觀察你的色身 內心啊 都是不盡苦無常無我 身心世界是這樣子 然後你在看外界的環境 上場的大地 也是不盡苦無常無我 那麼這四種觀法 去觀察你的身心世界 宇宙三合大地的時候啊 你得到一個結論 人生是毫無意義啊 生命毫無意義啊 就像瑟蒂佛尊者說的 他成就阿羅漢以後 他看來看世間啊 就像那個破碎的那個瓦罐 這個罐子啊 桃泥做的罐子啊 已經破碎了 不能裝東西了 毫無意義了 所以阿涵經的思想 他並沒有明顯的告訴你說 應該到十方世界 去建立佛法 跟眾生結緣 沒有明顯 整個阿涵經的氣氛 只是引導一個人 整天 你脫波 脫波外面以後 吃完飯 洗完腳就打坐 打坐幹啥呢 就失念吐 什麼叫身心世界呢 不盡苦無常無我 然後慢慢慢慢 把你對三界的愛曲的煩惱調伏 所以整個阿涵經的思想 就是告訴你 少管閒事 因為你的時間有限 所以他整個阿涵經的思想 要有一個生物能安住在 少事少業少方便處 他偏重在智力這塊 當然很多人因為精神體 因為這些人善根薄弱 所以他只能夠專注的去處理他自己的問題 當然也產生一定的效果 很多人在阿涵心的訓練得到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這個是佛陀在教化業障凡夫的時候 第一個先消除他的業障 因為他的業障來自於他的攀岩 愛曲 所以他把他的愛見煩惱調伏了以後 他的生死業力也就纏淀下來 這是佛陀採取的第一個方法 那麼當然業障採取完以後 佛陀開始啟發他的善根 我們看佛陀是怎麼做的 看第三時 方等時 三方等時 對三藏交半字生滅門 對通別員教滿字不生不滅門 約化以明見宗 方等啊 簡單的叫廣說釋教 前面的阿安時佛陀只講一個教 叫做藏教 只講小證 到了方等時 佛陀把大乘的功德 獻給生物人看 那麼也就是說呢 他對著小證的常藏教 這種半字的聖面門 因為常藏教這個字沒有選圓滿 佛陀說法沒有講圓滿 佛陀只講自立的法門 沒講他立的法門 佛陀只講我空 沒有講法空 所以這個法門講一半 那麼什麼叫聖面門呢 就是對立的 一般來說啊 藏教別教是比較對立的 通教跟原教是原種是不聖面門 尤其藏教 藏教呢把三界的痛苦 跟涅槃的安樂啊 佛陀是非常明顯的把它區格出來 足 tucked無常是聖面跑 聖滅滅以即滅為樂 第一句話形容三界的果報 三界的果報是無常敗壞的 可是不安穩的 你只有聖滅滅以 你只有放棄的三界的果報 你才有涅槃可得 所以這兩個是不能共存的 有他就沒有你 有你就沒有他 那麼這種對立的藏教法門 佛陀講通別言的 滿字的不生命們 就把大乘的功德講出來 耶化一名建宗 次第的第二個 方等時 這種對立的法門 對待法門 最有代表性的唯謀絕景 舉一個例子 有一天 射立佛尊者在宿下打坐 修這個三妹 小正的三三妹 小正的三三妹的時候 這個時候 唯謀絕景師其實過來了 唯謀絕景師就跟尊者問訊說 尊者你在幹什麼呢 他說我在安坐 那麼唯謀絕景師說 你是怎麼安坐呢 尊者射立佛說 我是先把身安坐 身安坐 心安坐 這個就是我的安坐 唯謀絕景師說 你這個安坐 非實安坐 不是真正的安坐 那麼射立佛尊者說 我這個不是安坐 那你是怎麼安坐呢 唯謀絕景師說 不起滅定而現威夷 視明安坐 就是說你能夠在 不起滅定 不消除滅盡定 而能夠同時現出 身口意的活動 這才是真實安坐 那麼這個地方有真空妙有的概念 阿羅漢怎麼可能 阿羅漢要足滅盡定 他的身心不能活動 要活動 滅盡定就得死 從地裡面出來 所以從這個地方 佛陀故意讓唯謀絕景師的功德 這種 由遺珠貨業及魔境 世間道中得解脫 猶如蓮花不濁水 亦如日夜不珠空 大乘的不惡法門 空有外的法門 開顯出來 那麼 這是所謂的 談偏自小 嘆大抱怨 明顯的把 大乘的功德 讚嘗出來 把小乘的不言滿 表達一種對比 那麼佛陀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要讓小乘能 此小目大 自卑敗走 各位我們在 阿含經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小乘的聖者 對自己是充滿自信的 尤其是阿羅漢 他自稱無學 我身以敬 凡恨以利 所作接伴 不受厚有 釋迦摩尼佛的教法 我全部學會了 我已經怎麼樣呢 不受厚有 我沒有三界國報了 所以 三分人在阿含經裡面 是非常有自信的 但是到了方等會上 跟維莫教育 其實接觸的時候 心裡很大的打擊 小乘人 看到大乘的功德 在謊話經常說 他不會 他不會毀謹大乘人 他隱隱約約知道 這個人的功德比我高 但是他不知道 他是怎麼修來的 因為小乘的三妹 跟大乘的三妹 一接觸的時候 因為這都是佛陀私設 他同一條線的 他們覺得這個人不可惜 但是這個時候 生物人心中打一個大混號 他說 我在佛陀的教法已經圓滿了 怎麼你 還比我更高呢 你是怎麼來的 因為生物人除了阿含經 他啥都沒看 所以這個時候 讓他 恥小慕大 羞恥自己的小乘的不圓滿 那麼羨慕大乘的功德 但這個時候 他還沒有發佛提醒 他認為 你跟我沒有關係了 但是我承認 你比我殊勝 但這個時候 對小乘的打擊是什麼呢 他已經知道自己 有所不足了 他的生命 只處理了一部分 因為在生物人以前 他認為他跟佛陀是一樣 佛陀也就是跟我一樣 就是失戀處 不盡苦無常無我 然後遠離三界 去向涅槃 其實人生就做這件事情 就夠了 他還不知道 有這麼高深的閃魅力 不起滅定 而現威夷 所以在方等會上 對小乘生活人的 刺激是非常重大 這是先刺激他一下 讓他知道 你還有所不足 我們看第四的波雷斯 佛陀刺激過後 佛陀開始要教化他了 我們看波雷斯 四 波惹時 待通別二全禮 正說原教十禮 約化以明見後 那麼波雷斯就 廣泛的說明大乘的概念 他一方面講到通教別教的思想 一方面講到大乘的這種真空妙有的概念 也化以叫做見後 就是最後的方便 惡政人的智慧 他的空性叫做滅色其空 也就是說他的空性從無常切入以後 到無常故苦 他是先 他不是直接切入空性 他是繞了一個彎 他先理解苦地 然後苦地裡面知道人生不能主宰 如果你能夠做主 你會給你痛苦嗎 不可能 所以生命是業力說得算 所以他從苦地 而知道的無常 才悟到的空性 尤其是苦地這一塊 他停留很久 那麼苦地 在因地當中 給他很大的加持 給他很大的處理性 讓他快速的離開三界 但是離開三界以後 苦地的堅固的持續 變成他未來的障礙 因為他產生堅固的法治 他對苦的法產生執著 諸位 阿羅漢也不是一般人 按神通 他等同八弟 按智慧 當然不足八弟 那麼阿羅漢 他在方等會上 受到大政菩薩的刺激 他為什麼沒有法上發佛提心 因為他以前 對三界的痛苦的感受太強 他不敢去接觸三界 以及說他沒有人力 不如說他 沒有這個意願 他沒有這個意願 所以佛陀必須怎麼樣 因為佛陀要負責 剛開始也是你這樣戴他的 佛陀必須怎麼樣 洗出他的法治 佛陀剛開始講苦地 讓他完成了階段性的任務 這個時候苦地變成他的障礙 當然這不是佛陀的本意 佛陀本來要你會歸心性的 結果你沒會歸嘛 那麼變成你自己自我設限 你自己認為你只能安住戀法 是你自己認為的 其實佛陀的法沒錯 那麼當然他今天要這樣子操作 如果產生法律佛陀就有責任把他帶出來 佛陀講玻璃法門 就是針對惡稱人 講我空法空的思想 講到因緣所生法 我說舉止空 所以他這個空性就沒有繞到苦地去了 說你誤入空性 你不一定要繞那麼多彎 因為他因緣生 所以你的生命是借來的 跟因緣借來的 你的快樂是跟善業借來的 你不是天生就有快樂 主委我們現在得到快樂是覺得理所當然 不是這個意思 沒有理所當然 那是你過去的努力 你過去的節省的睡眠 所以顯得吃飯時間 人家在快樂的時候 你跑去偷偷找廁所 所以你現在很快樂 你是因為過去的努力才有精神的快樂 所以從因緣生裡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生命是無知性空 所以這個玻璃的空性 佛陀用另外一個空性 取代他的比較低劣的空性 又延起細空 取代小正人的滅射起空 因為滅射起空產生對立的時空 所以這個時候消除他的法治 法治是很多人會帶動 法治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 你的生命經驗 你的成長過程 可能受到某一個人士的刺激 傷得很深 所以你對眾生 對整個菩提道產生的失望 也可能會造成你一個法治 有可能 讓你菩提心發不出來 從生命的極度的痛苦 而你沒有用本來清晰去化解它 你把它當真 落下一個法治 這是第一個 生命經驗產生的錯覺 第二個 你的學習 不圓滿 一個人 按照大正的規劃 你不能直接寫小稱法 不可以 因為你會先入為主了 你要懂得大正的思考 再寫小稱 你知道這個是一個一時的對峙 那麼這個生物人 他一開始就一頭災菌的生紋 奧汗裡面 他當然長生法治 就自我設限 當然覺得夠了 那麼自我設限 這個是從一個成就功德的莊園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你看科學家 科學家他做那個實驗 他在跳蚤 一個跳蚤他會跳 對不對 他用一個玻璃 把它放在他跳上面 比方說 先放15公分 他跳一跳 碰到玻璃以後 他就下次 他就不會超過15公分了 然後你把它變成10公分的時候 他跳一跳 碰到玻璃 他下次跳 就不會超過10公分了 最後你把玻璃壓到他的身上 這個跳蚤再也不跳了 因為生命的經驗告訴他 跳動會產生痛苦 就自我設限 他認為我不會跳 事實上他不會跳嗎 他當然會跳 也就是說 阿羅漢他不能成佛嗎 他的心性跟十方諸佛都一樣 他自己認為他自己不能成佛 這個問題很嚴重 所以佛陀必須講 觀一切法空 無我無我所 生死涅槃等空花 佛陀告訴他另外一個 剛剛說 其實你離開的生死 那沒有真正的生死 你得到的涅槃 也是足夢足幻的涅槃 兩個都是一延伸都是必須空的 所以開始從一種 有所得概念建立一個無所得的智慧 你看整個玻蕾經 你看心經 他整個講到最後 善法是必須空 惡法是必須空 乃至於無治亦無德 菩提涅槃也必須空 一切法如崩如患 那麼這個時候佛陀把整個這種有相的對立 帶到了一種親近的平等的法性 為未來花花心涅槃心發佛地心做好的完整的佈局 因為他把阿羅漢對三界的恐懼感消除掉 那麼這個是佛陀在真實的啟發他大乘三根之前 佛陀講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Fundance 先用果地的功德 用大乘的功德莊嚴來刺激小乘 讓他知道不圓滿 然後再用空性的法水洗足他的法子 讓他勇敢地踏出第一步 所以這兩個時段都是為他的大乘三根佈局 阿含金是消除他的業障 那麼也就是說這個業障生死 反而經過這三個時段的滅餓聲善 就可以準備花佛地心了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